今天我們來到了是Project Supra的第三集 就是要如何駕駛Supra前中置引擎的跑車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車頭特別長 而且駕駛幾乎是坐在後輪的前面 但是到底這跟一般跑車有什麼差別 統哥在後面就帶來了純種的718中置跑車 當然在最後面我又放了統哥很喜歡的M2 Competition FR標準的前置引擎後輪傳動車 透過它們的配置還有駕駛的坐姿 還有它的視野 統哥會介紹到底要怎麼樣開一台Supra OK首先呢我們還是要不厭其煩的先介紹駕駛姿勢喔 尤其是像這種前中置引擎車頭特別長的 那要怎麼調整呢第一個就是車椅子的高度喔 那如果譬如說我現在是在最低的時候呢 其實我是只看到一點點的車頭喔 這樣子會在你過彎的時候呢很難去判斷 車子的車頭到底在哪裡 尤其是這個右邊喔 基本上我是看不到的喔 我會把我的椅高喔調整到我剛好可以看到 左邊的車頭跟右邊的車頭一點點就好喔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確定 你的車子的車位到底在哪裡 所以椅高呢像這種長車頭的車 譬如說AMG GTR 或者是法拉利的F12或者Superfax 其實都是要這樣子來調整車高的 再來呢就是調整腳的位置喔 腳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剎車踩到底的時候呢 你需要你的腳還有一定的彎曲度喔 因為呢重踩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整個人撐住喔 而且如果你的腳是直的呢 你在踩剎車的時候 如果發生意外這個力量 撞擊的力量會從這個腳傳過來 會讓你的腳受傷 尤其你的膝蓋的部分 那這個力量是這麼用力的踩喔 所以呢 你要調整坐姿到剛好踩下去之後呢 是很 這個彎曲度是有的 再來就是你的左腳呢 其實你希望它可以踩在它的 休息踏板上 大家大部分人 調椅背都調得非常的 厚勤喔 因為確實比較舒服喔 但是呢我們要的是什麼 就是我在抓方向盤的時候呢 或者在打方向盤的時候 其實我希望我的肩膀是緊緊的貼在椅背上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最近筒哥有做這個重訓喔 你就知道如果你的肩膀是靠在一個東西上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很精準的出力跟發力喔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其實除了它可以很精準以外 其實你也可以放輕鬆喔 長途駕駛呢才不會疲勞 這樣子是最好的 尤其在激烈抄駕 如果你的上升是沒有固定的話 你會不斷的左右拋動喔 開下來也是會非常辛苦 而且非常累的 方向盤的調整喔 方向盤調整喔 有些車可以上下 那有些車可以前後喔 那調整的基準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說我調好之後呢 第一個我可以看到我的儀表 第二個呢我的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太低呢會我在打方向盤的時候會卡到 太高呢我會轉的很辛苦喔 因為我的手會一直往上抬 那調到適當的高度之後呢 基準實際上就是 手要握在三點跟九點的地方 但是要怎麼調整這個前後呢 就是如果把手伸直 靠在方向盤的上方 可以看到嗎 我的手腕是靠在上面 然後呢 那剛好手順著方向盤滑下來到三九 這樣就是正確的姿勢喔 而且這樣子 可以看到我的手臂嗎 是彎曲的喔 我們最不喜歡的就是 方向盤是直的喔 直的握呢有個缺點喔 我們發動引擎 缺點就是我要轉 其實我只要轉到這裡 我的手就卡住了喔 那我的手呢如果握在上面 或者下面也一樣 都是會有 我打這邊就已經結束 但是呢如果我放在三點九點喔 然後呢 有一點彎曲度呢 這邊有彎曲度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打方盤 我可以很順暢的打一百八喔 如果呢你真的沒辦法像筒哥一樣 用三點九點 然後可以打一百八十度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當你打到九十度的時候 有沒有 你的手在最下面的時候 其實你手可以 稍微的握住 這個方向盤的其他地方 但是呢記得有一隻手 一定要握在三點跟九點喔 譬如說在這邊我也可以 我可以這樣開 但是我一隻手絕對要握在 三點九點的地方 OK 那拇指的部分呢 其實你是可以輕輕的 靠在上面喔 因為它是第一個可以幫你省力喔 而且呢 你在轉彎的時候可以看到嗎 它是 是有幫你的喔 但是千萬不要緊扣喔 第一個緊扣 會很辛苦 第二個呢 如果你在 操控的時候 如果撞到東西 方向盤是會 你的手上面喔 增開來的喔 因為是撞到東西的話 那你的手指 尤其你的大拇指喔 很容易受傷 如果你需要 專業的教練喔 教你開車 其實可以報名 統哥的駕駛學院喔 它會幫你調整坐姿喔 就在你的初級課程 而且要調非常久喔 但是呢 光調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覺 開車開起來 就真的有差別 那再來呢 我們就來看 這三部車的配置喔 其實 Supra接近一台 前中置引擎的車喔 你可以看到它 非常長的引擎蓋 那相對之下呢 引擎在這邊 輪胎在這裡喔 但是呢 因為它的駕駛 是坐在 後軸的前面 可以看得到駕駛 幾乎是在 重心是在後面喔 那相對之下呢 如果你要轉彎 你可以看得 你會感覺到你是坐在後輪上 那相對七一八呢 中置引擎可以看得到 它的車頭 Supra比它長這麼多喔 那相對呢 車的駕駛呢 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坐的 比較前面喔 因為它的後面是一顆引擎 而M2C是相同的 它也是一樣 坐在中間 那後面因為有後座 相對之下 坐的比Supra前面 因為前中置引擎的配置呢 所以 因為你離的比較遠 所以當你打方向盤的時候呢 前輪是 轉了之後 你會發更深一點喔 所以兩個追桶 我們是往第二個追桶喔 更深才轉進去喔 像這邊 看到沒有 煞車 第二個彎才轉進來 好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確保在線上喔 不會越線 看一下左轉彎 左轉彎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坐在左邊喔 所以我們可以有很好的視角 比較不用擔心 但是一樣 深進彎才轉喔 然後轉的時候 當然要看著你出彎的地方喔 然後一樣 車子才會 照著你的路線走 如果用一般 MR或者FR的入彎點喔 你就會覺得 這個過彎會太慢喔 譬如說我們現在 到第二個才轉 你要等很久 你會發覺這個彎一直在過 過不完那種感覺 那我們也是在左彎的時候一樣 入彎點 這樣子轉 你看到沒有 我們就開到外面來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會發覺說 哇 我怎麼轉不過去 其實是因為我們入彎慢了一點點 可以剛剛聽到我們壓到石頭 其實速度更快 現在這個差異性會更高 就是兩個的距離會增加 你會更早轉跟更晚轉 當然這一切都是需要練習 並不是說 彤哥交了你一次之後 你就早一點點轉 還是晚一點點轉 就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但是你又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我轉不過去 你下一次轉 或者說再下一個彎 你可以試著早一點點轉 好 那剛剛掌握這些 駕駛要領之後呢 我們在過彎的時候呢 就可以照我們 剛剛的想法走 像這邊 轉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轉 但是你要看你要去的地方哦 那像這樣子 一部前中置引擎的賽車呢 要怎麼樣開 那我們就聽聽看 賽車手李勇德 Jeffrey 他的說法 其實你看這引擎啊 還有加上這個 其實很重 所以我們的重量都在前面 車頭 所以你一煞車的時候 你會感覺這個 一個pitch 車頭會沉下去 所以車頭這樣壓下去的時候 速度就減很快 減很快 可是你也不容易 就會不容易轉彎 因為重量都在車頭 對 所以你這樣子 會給你一個感覺說 你可以 你就很晚煞車 因為你車頭 壓下去很快 好像很容易停 可是你這樣反而 沒辦法轉彎 因為你這樣壓頭 對 你中力在前面 對 如果你沒有放這個 放煞車 讓車頭 開起來 對 反而就難了 所以 為什麼說他們 會有這個 understeer的這個 OK 這個感覺 OK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對你的煞車 你要更細膩 OK 那你這台車是不適合 就是over overdrive 也不能就是不要太晚煞 OK 那你要搶時間 是在搶你的corner speed 不是在搶你的煞車 就是說 你不用靠煞車 來爭取彎中速度 OK 你要配速 然後你出彎 因為它的tog很好 所以你只要保持的速度 不要讓速度掉下去 你出彎可以很穩的出彎 哦 好 那今天呢 再透過統哥的示範 跟專業車手Jeffrey 他的解釋 大家是不是更了解 像Supra這樣子 前中置引擎 或者說長車頭的車子呢 開起來到底要怎麼開 所以呢 如果你買了一些 超跑 像F12 或者說你從488升級到F12 或者 Super Fast 你會覺得說 啊 這車怎麼那麼難開 差太多了 我不喜歡 這個車操控不對 錯 其實你就是要好好的 去了解這個車子的特性 然後做出調整 而且可以享受不同的駕駛樂趣哦 那如果你需要專業的教練來教你的話 當然 當然也可以報名統哥的駕駛學院 那我們下一集的Project Super見囉 我喜歡的確認手不曾 做什麼 可以說 我就會讀你 我會安心 Nature 做什麼 做什麼 我來開箱 因為說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